各地股市大跌,最夸张是美国股市,一度由历史高位急插三成多,市值蒸发100万亿港元。难怪美国政府和联储局要火速救市。自从97回归后,由亚洲金融风暴,科网泡沫,2003年到2008年,不者认识不小理财不善的人。 在大跌市中输掉一生积蓄,有些还欠下巨债,2011年从理工大学退下来,便教人审慎理财,为退休生活做好准备,转眼间已过了9年。 没有人知道今次大跌市最终会跌多9,或者会跌多深,今年3月说恒指会跌穿2万点的专家。 1月时就预测恒指1月或首季升穿3万点。 今次大跌市,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让我们检视个人投资理财规划是否合格,反思一下自己的投资是否太过进取,超过风险承担能力。 请检视一下。 1.过去几年有没有在楼市升上高位时仍追入。 有没有正代楼价从高位回落至小一成财买楼自住。 2.过去几年有没有在股市升上高位时,恒指在28500点以上,仍追入。 3.不信零买当头起。 以至满仓鞋货,有没有正代股市从高位回落至小一成财买注吸纳。 今年初有没有预留资金等股市大幅回落后财入市。 入市的钱是否未来两三年都不急用,不等市,的钱。 有没有借钱炒卖。 3.是否持有足够现金已被不时之需。 应付至少数个月的生活开支。 倘若过去几年,投资者趁楼市及股市从高位回落至小一成财入市。 分两三注吸纳优质股票。 有足够港元趁大跌市入货。 以及应付未来多个月的生活开支。 理财规划便算合格。 不者时常提醒学生。 财富是相对的。 只要投资谨慎。 严守纪律。 七成资金投资在物业。 股票只占一两成。 自2009年至去年理应年胜一一年。 资产值至少倍增。 大市总有回落的一日。 正是播种等日后收成的时候。 即使今年至今账面上有所损失,理应不过几个百分点。 相对逆胜过大部分在高位入市的人。 因此不应因股市波动而影响个人情绪和生活。 要好好保持身体及精神健康。